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曾欣因此认为 不断皆为外地游民造成 若不用处处永远不可能太平 回对最初不六百多人 但清廷的民族政策 长期抱有非我足利其心弊异的敌意 杨曾欣的这份信任 立刻得到了回 为两足高层的云火 堪功之欲 携成图报 也让杨曾就新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清帝退位后 巡抚袁大化无力对应复杂的局面 既任者袁洪又 又被哥老贵杀害于喀什噶尔 杨曾欣在这种情况下 被袁世凯任命为新疆都 杨曾欣就任后 立刻调回队进驻伊犁城 用以震慑革命党 同时又以高官后路 轮捏到罪名等软领手段 迅速将其瓦解 从而顺利结束了新一分制的局面 1912年 哈密 屠鲁藩掀起了反抗封建回王的农云起义 杨曾欣派回队护送大阿轰与义军谈判 结果兵不屑任地收复了起义军 起义刚一平定 新疆北魅又陷入强敌环似的局面 外蒙古在沙俄的怂与 下新战科普多 并进犯了阿尔泰 杨曾欣紧急派兵 以为魅救兆之际 化解了阿尔泰的危机 此后 杨曾欣又两次击退外蒙军队对新疆的进化 战斗中回队响应最快 作战最积极 正如杨曾欣所说 随地皆有回队驻扎 与前敌驻查各军了为一切 使咖啡不能洗过后部 性能保全领土 东西北三面的危机解除后 杨曾欣开始集中力量对付南疆的歌老会 歌老会随乡军一同进入新疆 成员多为航母出身 实力最为强劲 但毕竟都是外乡人 杨曾欣依靠回队的民间的力量 很快将歌老会的各个山堂分化瓦解 与穷兵独武的内地军阀不同 杨曾欣认为 官前卿以兵而亡 民国以兵而乱 未尝不太惜于兵或之列业 今与中国太平 行自统裁军队时 新疆局势稳定后 杨曾欣主动裁军 他推崇老子的无微而至和以静带动 曾声称治理新疆不需要军队 只需要他的 一颗脑袋 一只鼻管 杨曾欣裁军的同时又限制封建筑过分剥削 所以在杨主政的十几年中 新疆百姓的生活大为改善 欲美到灾念 杨曾欣又大肆扩军 将涉流民收留到军营中 在他看来只要百姓能有口发尺 就不会铤而走陷 与其说是军营 倒不如说是难民营更贴切 乞丐军的称呼由此而来 1928年 杨曾欣被部下刺杀后 继任者对回队抱有很深的敌意 致使这支攻勋部队从此退入历史舞台 而新疆又再次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